19世纪时期,人们发明了一种自动灭烛器,只需要将金属夹套在蜡烛上,然后当蜡烛烧到指定位置时,金属夹就会并拢,从而熄灭烛火。 那么问题来了,这个夹子是怎么办到的呢? 原来在金属帽挨着蜡烛的位置,多出来了一节细短的尖刺。 当蜡烛燃烧到金属套的位置后,由于蜡烛融化,原本刺入蜡烛内的金属刺被释放,于是金属帽就落了下来,完全盖住烛火。 这不仅让我联想到另一种古人的照明工具——滚灯。 顾名肆意,无论怎么发生,